字幕 by 美娟 Hi 大家好,我是Tim Key 這支影片是迎接我們日本新生活的旅行 所以選了一個大家可以畫得很盡興的地方 就是位於正江園的Edo 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是怎樣用最省錢的方法 自駕遊玩伊豆這麼多的景點 事不宜遲 立刻出發 我們這次是自駕遊 來到伊東車站之後 首先就吃了早餐 之後就去拿回我們預約了的那輛車 買了一支很有趣的水 他說搖搖搖會變成啫喱 終於變成啫喱 我們今天的租車 那為什麼會說這次是最省錢的方法呢 因為來到伊東車站才租車的話 就可以省回由東京駕遊來伊東 所需要的時間和租車的費用 雖然景點之間都有一些巴士 可以接駁代步 但是班次就十分疏 很影響我們玩的行程 所以自駕遊絕對是一個最划算的方法 我們就要吃的 我們要吃的 快點 我們在吃的 我們要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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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吃的 这座海拔580米高的大漆山 其实是大约4000年之前 由火山爆发去形成的 大漆山亦是伊豆东部最大的火山坠 所以到现在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级天然地标 更重要的是在山顶可以看到富士山和伊豆群岛的海岸 而大漆山自己是被一种Suzuki的茅草包围 古时的日本人每年2月都会进行一个萧山活动 当时就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茅草的生长 和防止一些虫害 但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乘族 所以在一年四季里面 都可以看到大漆山不同的景象 春夏天就可以看到一个绿油油的抹茶布甸 秋天它就会变成一个陪茶的布甸 而去到冬天就会变成一个黑蚊蚊的咖啡啤 给你了 给了钱当然走光了 对吧 嗯 不然也不是很热 也不是很热 根本就是走水塘 是晒的 是啊 真的没有树 这里真的是一棵树 我想说 是有的 哈哈 不是在路上 在那个粒 粒了那些位置 但今天真的很好天 我们这个 伊豆两日一日之旅 是临时才计划 就是因为看到天气好天 下个星期已经下暴雨了 所以就很紧急地计划了今天来 其实沿着大漆山一圈走呢 中间也有一些小小的景点 就例如有五字如来和八岳的地藏 之后还会经过一个大漆山的浅间神社 可以祈求顺利去山边 和安胎的 刚才我们在想一下下面的洞是什么 还有是射击 但是特地踏到这么高上去射击 哦 好像 你看看 把子会移动的 我真的有把子 我想要这个 什么 也是 减了 这个不是要十元 这个 嗯 我们在东京 今天山长水丸来的伊豆 伊豆是这个 我们最远也去到长野 不过猴子我自己去服工 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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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很远 我们的车在树上很搞笑 这就是这一头是出面花沙滴 午餐时间我们就来到这家Omuro Karu Shokudone吃饭 它除了餐厅之外,后面也有一个陶瓷功课 可以做一些食具 餐厅里面的杯杯碟碟也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我们吃的午餐总共有三个部分 首先就是一个当日精选的五款前菜 之后就是一个主菜 我们就选了这个伊豆名物的芥末丹饭和白饭与丹来吃 顺带一提,吃剩的芥末是可以拿走的 最后都会送一杯抹茶和点心作为少少的圆结 我们现在要去拿回我们的车,继续去下一个景点 司机,司机,我们去哪里? 去高...什么?什么海岸 诶呀,城旗海岸 我们先拍这个吧 好漂亮哦,你真的不拍吗? 你现在跟他合照 嗨 嗨 我们现在去第二个景点就是这个城旗海岸 这个是我们本来打算住的酒店 因为它已经在动物园和大湿山附近 但是最后考虑过之后 我们决定都是自驾游地玩 然后就可以轻松一点 以及去多几个景点 我发现静江这里有很多陶瓷体验功课 可以自己做陶瓷和手作 挺有趣的 这辆巴士去海洋公园 真棒哦,我们一起去海洋公园 行程有变 本来打算去城旗海岸 但是去到那边之后发现行不到车 然后我们现在决定去小湿山 本身因为去不到城旗海岸 还有一些失落 但是一来到小湿山 不开心的感觉立即没有了 因为小湿山实在太美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下来到小湿山 我们下来一边 我们下来到小湿山 下来到小湿山 爺 小湿山 最大的賣點莫乎於酒店的小室山 當上了這座標高321米的小室山之後 就會看到這間超級精的cafe生意日 最大的賣點莫乎於它的風景 但它的latté也是很有名的 尤其是這一杯地層cafe latte 用了小室山的風景和地貌為靈感 而創造出來的飲品 而走到外面也看到一個觀景台 大家可以走出去拍照 眼前會看到一座好像天空之城的島 其實是大島 在熱海和伊豆都有船可以搭過去玩 我覺得雖然小室山是小一點 而且沒有跟著我的觀景台 但它看到竟然是 我覺得不比大室山差 我也覺得 傳出去 在觀景台看下去 就發現有一座沿海的哥爾夫球場 會不會太夢幻啊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是小室山的山頂 然後呢 大家沒有發現我有乾坤 在這一座360度的觀景台 真的什麼風景都看到 包括我們租的這輛藍色車 很搞笑 剛才的班子真的超級疏 而且它最後就是去到4點05分 玩了一天真的超級疲倦 是時候要入住我們今晚的溫泉旅館 我們今晚住的就是這一家 在伊東車站的湯芝亭酒店 和大家首先來一個room tour 我們這間房就是酒店最基本的房型 一進來都是有一個圓關位 有一個洗臉台和一個廁所位 但我們的房間就沒有浴室 浴室就要到下面的大浴場洗澡 有一點都想提提大家 這間酒店是沒有提供牙刷這些即器用品的 之後就是我們的房間 房間就是一目了然那麼大 首先最近的位置就是有一個塔塔咪的位置 上面有一張椅子和桌子 晚上就要搬走這些傢伙和那個人 就要鋪一些床單出來才可以睡覺的 那近窗邊也有一個梳化和桌子 之後呢 酒店也有提供到一些茶杯 給大家喝茶 還有一個永遠都不敢用的水壺 究竟有沒有人真的會用酒店的熱水壺來熬水的呢 好想知道 那我們不熬水的情況之下 每次都會買一大堆水放在雪櫃 那這次酒店呢就送了兩瓶水給我們 那其他呢都是我們自己帶過來的 這個是我們今晚的宵夜 我買了這個薄荷朱古力的牛奶 然後啊Tim呢就買了這個 這個可以改善睡眠質素的一個娛樂飲品 哈哈 這麼急著叫啊Tim起床 就是因為我們趕著去吃晚餐了 這次呢我們就沒有預約到酒店的豪華晚餐了 我們就自己出去吃東西 這樣就發現很多餐廳都是居酒屋啦 所以最後呢都是去了這個familess 這個是我們十分之喜歡的Jonathan啦 他的菜單選擇十分之多啦 那我們這次就叫了這個期間限定的set 十分推介他這個枝豆湯啊 超好吃的啦 吃完飯之後我們就慢慢散步回酒店 然後浸溫泉 結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呢我們就會去伊豆的仙人獎動物園 和熱海裡看煙花 那我們下條片會再和大家分享第二天的行程啦 所以喜歡這條片和期待我們第二天的行程呢 就記得要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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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